小猛头 爷 安琪 你眼睛怎么了 哎 昨天一夜没睡 眼睛是不是走了 不是 你忙什么呢 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一直关机 昨天在外面 然后没带充电线 手机没电了 那小月呢 就找他嘛 然后找到一个晚上 也没找到他 找到现在 你都去哪里找他了 还没找到 我们 我带他去过的地方 包括朋友那里 他是那些人 我都去了 那他会不会是回老家了 打电话没有 也有可能啊 因为我打电话打不通 就安琪把车我开一下 我去找他也要回到家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你熬了一个晚上 看着肯定不安全 没事 然后这边窗户有这么多事情 你帮我来处理一下吧 包括小龙那个事情 你们对接的怎么样 那个你你放心 到时候我给你就是电话确认 然后你这边 你可以自己开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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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处理一下都行了 你自己开车 自己安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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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小月 阿姨 你还要干啥呢 你还要有点累 小月昨天回来了 烟灰红龙了 哎 当时你车到我上 哎 当时你车到我上 哎 当时你车到我 小学跟着你家回来 你又车了有机房房子 有吃啊 有工资啊 哎 现在让小月去赶快赶快都不吃啊 小月吃乎都不吃啊 叫小月熟能带回去啊 阿姨 对不起 你让我见下小月行吗 他在哪里啊 你让我见他一下 不行 让我不要你见小月 你走吧 阿姨 都是我的错 你别说你都是我的错 你当时说的多好听 那时候你说的是啥 这张说的咋 让小月给你终于就整大件 哎 亏见终于混给你终不开呀 你走吧 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我跟你说 阿姨 我一定冬山在起 你让我见他一下 谁来配上你冬山在起 谁来配上你冬山在起 你走吧 你让我见他一下阿姨 你看不合适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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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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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 小月少料啊 阿姨你不是之前也说过吗 小月现在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 如果小月亲口跟我说 不跟我回去我认 阿姨不管你说什么都行 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 那你走吧 那我等到小月出来见我为止 我傻吧 你说的这么 等我让他小月嘴嘴嘴嘴 不要嘴嘴嘴 小月 你愿意出来见我了 你别再等我了 小宝你回去吧 我觉得你听我说完 我也想一想你说话 我觉得我们三官真的确实不合 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想帮忙 我又老是帮的都是倒忙 我也挺累的 真的你就当帮我 个假吧 咱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 真的 小月 我错了小月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了行不行 你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 现在眼前所有技术的事都处理完了差不多 你回去我也不用担心你的 我觉得我更适合这个大山林 真的 你回去吧 小月我真的错了小月 你不要跟着我 小月我真的错了小月 小月回去吧 小月把门开了听我跟你说小月 哎呦安静你怎么来了呀 我跟你打电话这两天联系不上你 然后餐宫那边一直有事 然后你这边也不接 然后你们现在什么情况了 孩子不愿意 小宫那两天了 这安静都追来了的呀老师 真关心的 不是的阿姨 不是啥也不是 都追到家里还是不是的 阿姨真的误会了阿姨 我误会啥误会的 这样的女人又是缺钱给你钱的 又是缺钱给你钱的 阿姨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妈我不知道 妈不要 我啥都不知道 说了你回去 你回去先休息 小月你就跟小梦总一起回去吧 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子了 看到没有 心疼你呢 还有安静 你觉得小梦总在这待两天 我都不回去 说不好听了 这是我俩之间的事 你说两句我真的回去吗 你说话就那么有分量吗 不是这样子的 他那天你走之后 他找了你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 就开车这里过来找你 现在又熬了两天 舱空那边一堆事 等到他去处理 然后电话一直也联系不上 你的意思 他不回去你放心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小月你怎么能这样 给安静说话呢 我怎么给他说话 他帮我们这么多 你这样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我怎么样子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不要 揍手不要管这个事 小月 我感觉现在你真的是 无理取闹 真的是无 我们走不说了 走我们走 你这明显就是护着他嘛 那得小梦总一万点 坐在这休息一下 安静 安静 你回去吧 就不用管我 你喝这么多酒 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没事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送你回去走吧 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 我不想回去 我回去 会想小月 没有他在我身边 我很难受 你知道吗 我很想他 只要他能现在回到我身边 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既然你这么想他 这么爱他 那你那天为什么还要跟他说那么狠的话 安静 你知道吗 我说那些话 我是不想让小月受到伤害 我知道小月很想帮我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但社会很复杂 而且人心驳斥 我不想他受到伤害 不想他身上唯有的那种朴实 善良被改变 可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越走越远呢 我知道你很爱他 但是现在你要振作起来 你现在这个样子 拿什么给他幸福 拿什么去爱他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心情做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要小月 我就想见他 我不能没有他 既然你这么想见他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你给他解释清楚 真的吗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不管结果如何 不管他愿不愿意原谅你 愿不愿意跟你回来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 你回来之后 全心振作起来 把你手上的工作处理好 安琪 只要你带我去见他 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行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走吧 安琪 我谢谢你安琪 安琪 辛苦你了 谢谢你 没事 这不应该还没事情吧 现在还早 天天刚亮 你等一会儿把这奶奶提出来 我们再上去 对了小峰哥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可不要忘记 我答应你什么事情啊 你答应我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跟我回去之后 都要振作起来 把工作做好 行 行你先上吃 上休息一下吧 我带外边有点凉 行吧 你爷爷奶奶应该起床了 应该谢谢 奶奶 小月呢 小月没回家呀 你让我见见他吧 我也不当家呀孩子 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他吧 你起来吧 请你走吧 那我也不当家 一直一来就是 你和爷爷 你们两个都很支持我们两个 你都让他出来见见我吧 你回去也回去吧 我真的不当家 你不当啥事啊 会我吧 小哥一起来 男儿戏家有黄金 你怎么现在因为一个女人 你在这里跪 阿姨 你走吧 小爷不会见你 小爷出去大工去 不会见就小爷见你的 让我见他一面 我们两个把我说清楚行吧 不让见你走吧 当时小爷给小长 人家钉回来都钉得好好的 人家家有车又放啥都有 你来查一杂 你来查一杂 你盆着 你成了有车 有放 有公司 现在呢 车也没吧 公司也没吧 下不买饭吧 是不是 如果这些话是小爷亲口给我说的 我无话可说我认 你能不能说小爷出来亲口给我说 不会见你了 归 不要我说 以后再别看见来了 阿姨 你又啥时候见小爷 你又啥时候见小爷 阿姨 小峰总我们现在回去 刘长我见了一面小爷 我不回去 走 我不回去安齐 走 从一回就给阿姨 刘长我见了一下阿姨 我们走